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我们《非为武术》 由你讲的时间了,李师傅你好 好,陆会长你好 我们也接到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事不宜迟了,进入这个问答时间 好,师傅 好 这个朋友问一下,中国功夫经常强调眼神 这个是怎样的概念呢?有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练功夫是说手、眼、身、发 即是我们手、脚、身、发、眼、发 都是我要专注的事来的,要关心的事来的 眼神里面,假设你在外表里面打得很出力 很快脆,很干劲 但是是不是跟你的意念是一个整体配合呢? 那我们怎样去看呢?我们就是跟他相眼睛 譬如你拳头打向前面,眼睛望向前面 拳头向下打,眼睛向下打,就表示你的形态 和你的意念是相符的 那还有呢,你有个眼神是集中点、专注点 给人感觉你是很专注去练这一手功夫 不是啊,就是万不惊心的那样的 所以我们练功夫呢,我们都是很讲求眼神 眼睛望到的地方,拳头、脚就要到 或者我们打的地方、踢的地方 眼睛都要回到那个方向的身为标准 那这个可能在实战时都有用的 有用,你看着对方的嘛 拳在这里,你的眼睛望到那里 你不可能看不到对方,而发动拳打到人的嘛 所以你刚才说的五个步骤,就是融合在一起的 是的,守幻心法部 所以这位朋友,看来都懂功夫 应该懂功夫 那我们来一个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子歌唯母就听得多了 但是这位朋友始终理解得不好深入 我想醒醒师傅,你说深入一些可以不可以呢? 其实子歌唯母也是我们国术界追求的目标 其实子歌这两个字就是 将一个武术的武字拆开两边 一个子,你可能是停止,制止 一个歌在以前表示一种兵器 如果制止用兵器,即是终止了一场战争 带来和平 但是子歌唯母的另一个说法就是 譬如,两个人在这里吵了 这个人明明我的功夫是不及得去的 我再和他吵了,我也是吃虧 就是唯有不吵了 另一个说法 另一种说法就是 我两个人在这里有意见 互相在这里冲突 我来劝交 这个人很功夫 如果我不受他的劝 跟他动的时候,我也是吃虧的 算数了,不和你吵了 也是子歌唯母一种 但是相对来说 子歌唯母就是用高深的技术 去制止一场不必要的纷争 或者打斗 这是武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即是用更大的武力去制止武力 是用更大的武力去制止 不出现武力 OK 即是我很强的 但我强的时候,或者我告诉你 我很强的 你知道我强到如何 你就不要再侵犯我 是的,没错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意念 或者我们整个达到的目的就是 不要有杀戮 或者不要有武力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练武术 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OK 或者我们希望帮这些朋友去理解 这个子歌唯母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整个 中国武术最大的体系 我们不是想用武力去制造更多的商货 是的 我是用武力去制止武力 没错 OK 好,第三个问题 这题问题也是说 有关他们在练习我们的全程影片的时候 遇到一些问题 他们问 练习小前手的时候 这个招式有什么好处 小前手就是我们中国功夫里面 一个很常见的琴拿手法 那它是不是最好呢 是不是一个最快捷方法呢 它未必是最好 也未必是一个最快捷方法 但是练习小前手呢 你会对于琴拿的方法 有了一个较深刻的理解 例如 怎样不要让对方走 怎样在关节里面令对方产生痛 或者怎样 譬如小前手里面 如果我高大的 你矮小当然可以 如果跌回来 我是一个很矮小 被你捉住之后 我想利用小前手脱身 那你都不够高大 怎样呢 那你就要考虑 怎样制作自己身体的重量 或者我的腰马 或者我先有一个小动作 令它失去平衡 或者失去专注力 在这个一丝毫的胸腹里面 去运用招数来脱解 将你捉住我的糾纏里面 是能够走掉 即是有一种防卫性强一点 防卫性强一点的动作 希望回答到这些朋友的问题 师傅 我们未来有一场工作坊 是6月27日 是在柴湾区 各位朋友有兴趣的 或者有时间的 就报名参加 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报名 希望多些人来 另外也有这些朋友 就问关于涉影比赛的问题 他也有很多 总结了 他也是关心如何评审 有哪些专家评审 有哪些专家评审 或者有些人就想问 奖品是怎样的 会不会有什么 很惊喜的 豐富的奖品出现 因为很多朋友问 所以我们就会製作了一个 有关整个摄影比赛的小短片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短片 简单说 我们整个评审分为三个大部分 第一个是造型 我们还明是造型 造型 就是看你的招式 第二个是扣图 视频的扣图 就是看你的扣图是否漂亮 第三个是环境 整个美不美感 是 几个部分是这样做的 如果再详细一点 可以再看我们的网站 或者我们接近的全程影片里面 或者短片里面有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可以看我的短片 踊跃参加我们的这个视频比赛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